接着我们来关心SRC案的判决消息 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七项控罪罪程之后 他直言对判决感到失望 但是依然乐观地说 这并非世界末日 他坚信自己无辜 希望尽快地提成上诉申请 无论是他或他的辩护律师 都对上诉感到乐观 因为他们相信掌握了有力理据 能够洗脱罪名讨回清白 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 被控七项涉及SRC公司 4200万令吉资金的三项刑事失信 一项滥权及三项洗黑钱控状 全部罪名成立 判监12年合罚款2亿1000万令吉 判决出炉后 那集昨晚8点在法庭范围召开记者会表示 他将尽快提成上诉申请 他说法官在判决前允许他发言 他当时除了重申自己在位首相9年来的政绩 也强调自己没有策谋 收取4200万令吉 然后第二 纳吉表示自己保持正面心态 坚信自己无辜 也表示判决出炉这一天 不是世界末日 他会通过上诉讨回清白 无论如何 他说会往好的方面想 但也会为最坏的情况做好打算 陪同召开记者会的首席辩护律师莎菲仪表示 辩方要在七个月内完成上诉程序 首阶段将在三个月内上诉到上诉庭 他信心满满 说自己很期待上诉过程 他表示 法官的判词出现无心失误 因为没有将刑事法套用在此案 似乎是套用更多民事概念 他已经进入最终的最终的判词 我们发现失误已经准备了 SRC案的主控官 拿都西坦巴兰预测 该案件如果上诉到联邦法院 上诉停程序大约四五个月 联邦法院则再来个四五个月 整个程序或耗时大约一年时间 昨晚深夜十二点左右 纳吉也在脸书感性发长文 坦言没想到自己没有掌权后 依然获得人民支持和真诚的友情 他坦言洗清罪名之路还很漫长 但贴文最后依然强调 他要获得公正